迎春褐岁时不忘兼顾环保 家家户户买年饼过节 但是过年后往往丢弃或囤积装有年饼的塑料容器 有商家就鼓励消费者买年饼的时候自备容器 或先购买再归还容器 记者蔡可汗报道 年饼一般装在这种红盖透明的塑料容器 但每次过了年 家中囤积的容器越来越多 这家位于红帽桥的杂货店决定回收这些容器 而店里所售卖的产品没有经过包装 他们也不为顾客提供塑料袋 如果顾客没有自备容器 回收的塑料容器就能派上用场 杂货店从三年前开始售卖年货 每年的需求稳定上涨约两成 这三年来可以看得到 新加坡人会比较意识到环保的概念 他们会觉得是一个能做得到的生活方式 因为COVID的关系 所以那些visitation会比较少 然后年货剩 有时在家里剩很多 然后过了年也是吃到有点险的 顾客自备自己的容器来 然后他们可以买自己所需要的食量 少了花俏精美的包装 业者表示 杂货店有部分年货的价格 比市面上便宜10%到20% 另一家成立不到半年的网店 则以零浪费为概念售卖各种食品 这个农历新年 业者主推黄梨饼 蛋卷 鸡蛋糕等传统年饼 消费者可选择购买环保容器来装年饼 或是之后归还容器取回定金 业者表示 大部分顾客会选择买下容器 待下次光顾时再循环使用 每次过年后就发现到 家也是会收藏了很多这些盒子 我也是跟我妈妈讲 为什么要收那么多呢 因为我们有了吗 你知道那些年长的人士 每次都是要收要收要收 因为他们丢掉也是浪费 所以我就觉得需要有一个方式 来减少我们的这些垃圾了 业者指出 接下来将同居家烘焙业者合作 为他们提供环保容器 以提倡环保避免浪费